行政院會大動作宣布要調降娛樂稅 六大項目上限稅率通通折半 像是演唱會抽稅天花板 從30%調降成15% 電影一律調成15% KTV等娛樂場所課稅上限也坎半 政院也開放地方決定 可以停徵部分娛樂稅 為鼓勵國人參與藝文活動及競技比賽 調降部分課稅項目之法定稅率上限 想要民眾參與度提高 業者降稅或免稅後 是不是代表該反映在票價上 不過仔細算一算 像是電影票原本一張 最高課稅上限是60% 如今上限只剩15% 民眾期待300到400的電影票 能降到250到300元 另外像是演唱會門票 原本課稅上限30% 一張動輒四五千塊 現在娛樂稅上限 有望砍半變15% 粉絲期待減稅能反映在票價上面 那如果稅調降的門票應該合理 應該再降一點點 不過業者說了大白話 想降價恐怕空間不大 那目前大概是0.5%到2.5%之間 公布的方案的話 其實對目前現行的話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以台北為例 電影KTV場所現行都只割稅2.5% 演唱會最高也只割到5% 夜店PUB 割稅最重到25% 也都遠低於中央標準 因此這次中央調降娛樂稅上限 對產業幾乎沒影響 就算真的割的稅變少了 業者不想降價 政府也沒轍 應該是要還稅漁民 調降之後怎麼樣能夠把反應 回饋到一般民眾身上 而不是獨厚特定的廠商 以台北市來說 娛樂稅收前三名 分別是演唱會 KTV和電影跳收入 娛樂稅收將近三億元 演唱會重鎮高雄 娛樂稅也破億 全台去年度娛樂稅收 總共18.9億 當娛樂稅上限砍BAN 地方政府擔憂稅受影響 北姓在乎的票價 恐怕也變化不大 記者忠誠讓昨天韓 采訪不到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